香港特區駐倫敦經貿辦 捲入所謂的間諜案 終於逐步的真相或者事實是大白於天下 現在這個神秘死亡下線的男子 英國的前皇家海軍陸戰隊 在香港特區駐倫敦經貿辦 有一個相當穩定的僱傭關係 原來根據傳媒和網絡非常有心的人士 搜索得到 在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局長蔡若蓮 在最近訪問英國的時候 他曾經貼身做過保鏢護衛 這些相片都可以證實得到 叫做Matthew Tricket 是一個很沒有力氣 一個很有陽光氣的西方男子 一個大大隻隻 非常英偉的一個姿態 在香港特區的教育局局長 蔡若蓮在倫敦的身邊 而且這些圖片是顯示蔡若蓮在見到一些香港學生的時候 這位Matthew Tricket 以一個非常境界的眼神 在一個非常合理的距離 暗中監視和在看蔡若蓮 在周圍的動靜 這些資料圖片是顯示 Matthew Tricket 蔡若蓮局長訪問英國是很接近的時間 我們看到這個特吉那個姿態和眼神 身體語言是很專業的 真是不愧做過皇軍陸戰隊 而且他保持距離不遠不近 他的態度是不溫不火 還有眼神是不冷不熱 這個顯示得到英國的護衛和暗中的保鏢和監察 那個專業精神之高度是可以值得香港某些人去學習的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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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在今年蔡若蓮局長出席這個活動的時候 在今年的一月在英國的教育展或者是這些活動 裡面的圖片大家看一下 在右上角就用紅圈圈著的就是這位死者 前皇家海軍陸戰隊Matthew Tricket 當時他一身西裝淨裝打扮 這個態度是一個很專業的G4特工式的一個身份在這裏出現 距離沒有貼著蔡局長的 距離大約是幾個身位 用一個眼觀四方、耳聽百面的態度在這裏看 這些我們平時在電影裏面或者是一些國家級的領導人出訪的時候 你都會見到類似的這些特工或者保安 但是通常那些特別是來自鄰近地區那些 那些眼神是殺死人的 好像覺得是放死光那樣 以為那些刺客就周圍會撲出來 因為他們要交差 要不然他們那份工不保 但是你看到Mathville Tricket 是一個紳士來的 兩隻手放在身前 很堪勞地放著這位蔡局長 而接著在第二幅圖片你看到Mathville Tricket 他就眼觀百方 他的眼神就落在遠處 就是說在蔡局長的台的後面 他跟另外一個袁重彪 就是說經貿辦的行政經理是採同一台的 就是他是認識袁重彪 而且這件這樣的保安工作應該是袁重彪委託的 因為如果不是他就不會在這裡出席 另外最後一幅就是他在蔡若蓮局長的後面 我相信有七八個身位 他眼神也是望向遠方 在監控著可能一些高位 從這些幾幅圖片你看到 這位Mathville Tricket 和他在法庭外面的表現 和裡面形容的一些這樣的細節 是嚴嚴兩個人來的 如果和剛才的圖片就能看到 他從事這個經貿辦的保安工作已經一段日子 而且工作是專業的 如果不是不會不斷會請他 而根據法庭文件的披露 他是經由這個經貿辦出糧的 因為英國的法庭文件是有證有據的 你現在這樣出了事 去追溯和跟著暴斃 經貿辦能不能夠將他完全撇掉的關係呢 之前的這些活動 為什麼一直會請這位前皇家海軍陸戰隊 和那個上線撇到位呢 這些全部是一些我們問問題的 經貿辦不可以當作完全是 若無其事一個外判公 因為這個人重複地出現 包括他的上線Peter White 都在許正宇財經及事務局局長 在二、三年的四月的時候 即是一年前 也都出現過在許正宇的車上 也都是從事這些保安的工作 就是說Peter White和Mathville Tricket 都是ETO倫敦經貿辦的 是一個長期的僱員 那現在呢 這件事呢 漸漸水落石就出了 陶先生 好了 這個迪吉為什麼還死呢 我們看看英國政府 警方 較早時公佈的起訴書 那個起訴書是非常的長 它裡面說到 這次是要等於這一件事情 控告了 他們它就要用盡了 而現在警方都可以發現 5月1號 他都可以把警方被暗時報警 然後再出現 那麽你那麽的雨 他沒有這個警方 他沒有被握 他沒有被警方 他沒有被警察 和Peter White一起落口供 這個起訴書裡面就多次提到 這個惠sir對於警方的提問是叫No comment的 是不與評論 還有鄧松彪就多說一些口口聲聲說 沒有關自己的事 還有自己是無辜的 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在4月30日 迪吉和鄧文彪和Peter White一起被警方拘捕 在警方拘捕裡面根據警方起訴書 迪吉就告訴警方 他其實很後悔 因為他不知道他和經貿辦事處袁sir做的事是犯法的 他以為全部都是合法 這裡我們要記住 他當然以為全部都是合法 因為正至於他今年1月 他出席這個蔡若蓮 這個訪問那個保鏢和胡惠文活動 他確實以為蔡若蓮 是一個中國香港特區政府的教育局局長 他坐在那裡監視著做保鏢 應該是防止什麼呢 防止就是香港流散在英國的一些 被通緝的人士 或者一些年輕人 發現蔡若蓮在場是上來滋擾或者抗議 然後5月1號三個人都上來滋擾 上去滋擾之後 這個鏢哥 這個叫袁重鏢 和魏sir就很快地離開法庭 但是 這裡有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就是迪吉在法庭那裡多留六個小時 那六個小時相信有些事情發生了 六個小時之後他出法庭的時候 被記者在外面等著 就看到那一張非常著名的軟面狂奔的照片 一路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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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去 那這六個小時為什麼他多留了呢 他六個小時會面會見什麼人呢 當然會見主控方面的了 難道坐在法庭裏面唱卡拉OK 或者看Netflix嗎 好了這六個小時他爆了什麼東西呢 是向主控方面或者向法庭 或者當時住在法庭的探員裏面 就會惹人非常之猜疑和推測的 是不是 好 果然就在沒有多久之後 他就被發現服屍在自己住所的公園 這六個小時他多留了 為什麼他多留了 他向英方爆了什麼 是不是 還有如果他六個小時在法庭裡多留了 接受盤問的時候 講了很多詳細的內容的時候 在星期五開庭審訊 如果他生歐歐出庭 那主控方是不是問多很多問題 還有到時 在法庭裡如果有記者 是有很多東西爆 是不是 現在他在星期五之前就死了 就是說星期五他沒有得上法庭 沒有得上法庭 就是他上一次在法庭 留下了六個小時的問答 到時如果在法庭裡當面問他的話 就變成了死無對證 但是那六個小時 留下那些問答 所謂的interrogation 或者叫做questions and answer 剩下的檔案 剩下的檔案 或者筆錄 就應該在英國警方手上 所以你看這些種種表面證據 和事實 我們要把知道的事實放在一起 什麼是事實 什麼是推斷 一定要說清楚 這個最關鍵的一點就是推測 為什麼死那個一定是敵吉 是不是 沒錯 因為我們之前那幾集 我們都提出一些環境的證供 以及用邏輯的推敲 因為這位Mathel Tricket 他知道的事情 還有他最有條件 去跟英國的警方去cut the deal 因為第一他當然是英國人 第二他是前軍人 從事這個皇家海軍陸戰隊六年 這一點相信他和英國的警方 和情報機構 是有一個叫做common language 就是說大家都知道 大家是什麼人在玩什麼遊戲 還有那個protocol 就是說這次他是斷政的 也都會面臨監禁 這個監禁輕則十多年 如果不是也都會有若干年 十年以內的這個刑期 那麼有什麼方法可以減刑 或者免於起訴呢 用回很簡單 用回我們香港國安法裡面 動用對付那些抗爭人士的方法 就是污點證人而已 用污點證人的方式 就是用交換的條件 叫他把所有他已知的東西 去供出來 那麼他知道什麼呢 大家心知肚明 當然就是和倫敦經貿辦 歷來所有擺在桌面 或者桌底的工作 有關所有的文件通訊 他收的錢 和牽涉的人等 你想想裡面不只是Peter White 對上他的上線 或者一個月重錶 可能還有很多很多人 結果他在這個六個小時裏面 在法院裏面沒有出來 究竟躲起廁所 還是和相關有關的人員 在討價還價 或者在考慮他接不接受這個決定呢 不知道 因為六個小時裏面沒有人 現在死無對證 但是我們從無論戲劇上 或者邏輯上推敲 就是這位Mathel Trigger 應該是面臨一個很大的危險 這個危險就是 他一旦爆料 將會炒起整個倫敦經貿辦 以及相關可能其他的情報組織 機構人員 所以他的暴斃 不是一個最簡單的叫做畏罪 或者是一個突然間的意外 一定是牽涉重大的利益 和後面的間諜的網絡 所以這一點是值得留意的 也都現在上了國際層面了 因為過程中實在太粗疏 以及令外交的顏面何存 這個迪吉是上門追債的那一天 警方到場的時候 只捉了迪吉一個人 其實他那時候用手機 是和這個原從標聯絡著 在表面上來看 就那天來看 這個原從標就不在場 不在場你還可以說的 原從標還沒見過 這個叫做迪吉 是吧 因為按照判上判 你不需要認識迪吉的 原從標 標Sir只需要認識中間那個 就叫做皮特威 是韋Sir 然後韋Sir就應該和這個迪吉 那個關係最密切 因為他們大家一起在機場那裡共事過 現在這圖片顯示就不是了 是鄧崇彪和迪吉曾經坐在一張桌 是不是 在這個蔡若年局長 是出現在倫敦的時候 這個不是判下判 或者判上判 我給夠錢你 鮑先生 我想要一個劇本 你不需要寫 你給你的男子和我寫 哪些男子我不知道 到底是浸會大學電影是畢業 還是電影學院那個 我認識都不認識 總之你兩個星期之後交個劇本給我 他寫了之後經理修改就是這樣 但是現在不是 是大家我和你和那個男子坐在一台 是談過故事的朝鮮 這樣就嚴重了 所以為什麼迪吉死得這麼快呢 因為星期五就要上庭 那裡糟糕了是不是 現在上庭沒有中國人 但是會不會螳螂暴持黃雀在後 其實迪吉在死之前 已經向英國警方 透露得七七八八 這些他所說出來的事情 到現在為止 應該是對這位彪哥是相當之不利的 是吧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嚴重很多了 嚴重很多 現在唯有一個解釋 這個迪吉我們不認識的 這個Peter White也不是我們僱員 但是你被人拍到他同框坐在那裡 類似那些所謂的小桃園飯局 你不是說搭下搭 找個劉夢熊 這些人去找新界的這些知名人士 在你坐在那裡吃過飯的話 那就相當之來人尋尾 是吧 現在的情況 唯有只有一個解決方法 就是袁重彪揹著他 這個法庭信和不信一件事 因為袁重彪可以說 整件事 那條數是用倫敦經貿辦的名義去開出的 去找數的 那當然他攬上身 究竟法庭信還是不信 但是 等於我們經常都說 你做官員 包括香港的特首一樣 你是沒有私人身份的 因為你既然揹著這個職位的時候 你一舉一動你的言語 都代表著你的 所代表的官方機構 因為袁重彪他不是私下 在晚上 例如去看血衣舞 或者是牽涉一些私人的感情關係 然後被人拘捕了 那你就可以說是私人事 甚至你個人 你駕著一輛車 有交通意外 你都可以說是個人的失誤 但是現在你牽涉著一件 情報監控的工作 而你的身份 也是經貿辦的行政經理 中間的錢銀瓜葛 也是經過經貿辦 所以你在法庭上 就算你要攬上身 那你不可以 現在的情況就是 只要Matthew Triggert 頂證 他是直接受僱於 這個袁重彪 也都在過程裏面 不是說什麼介紹人 他也都知情 這件事呢 是這個倫敦經貿辦 是搞數給他 所以他才以為這件事是合理和合法 因為他沒有想過倫敦經貿辦 指派他的工作是違法的 如果用他的說法 所以如果Matthew Triggert 5月24日上庭 一頂證 袁重彪就爆了 即是他一定 就入罪 那袁重彪入罪 那會不會是另外一個Matthew Triggert 即是說他會不會 也都會變成污點證人呢 在面對這個十幾年的刑期之下 他會不會和英國情報機構合作 再爆料和鼎靜 再一些幕後 我們不知道和這件事件有關的人士 甚至更加大的情報監控網絡 那這一點呢 才是有關方面最擔心的事 所以這件事水狠心 和可以再滴下去再滑下去的事情 是很難預料的 所以說迪吉之死 就等於向英國政府和他的反恐 或者情報機構 形成一個挑戰 這個挑戰呢 英國政府是怎樣去接招 相信呢 在很快的庭審開戰之下 在一個漫長的審訊裡面 到底是否會導致 香港經貿版這個阿彪哥等 是沒事 是獲釋 然後安全歸來香港 然後接受香港特區政府同事的歡呼 和擺帶餵酒呢 那就後話 據英倫 香港特區駐倫敦的經貿版 這個間諜議案 就非常複雜了 案中有案 我們都知道 是導致英國警方 嚴肅處理和注意此事的呢 就不是因為羅冠聰 和藍酒吧 是被這些 英國的特警 這個叫Tricket 是現場追蹤而斷政 而是這個Tricket 現在已經不幸離開人世了 迪吉在4月30號那天 就走上去一個叫做 Monica Kong 鄺文奇的 疑似的香港女子獨居的住宅那裡 去收訴 收訴的過程就極不專業 於是慘遭 鄺文奇小姐就報警 然後警方到場就抓了Tricket 在迪吉的手機裡面 就案中有案 就牽扯出香港駐倫敦經貿辦的 這個袁松彪 和他的朋友 或者是拍檔 這個叫胡蘇惟 叫Peter Peter 韋Sir 就和這個Tricket 是以前的朋友 好了 現在其實 多謝香港的兩間 非常專業的傳媒 一間就是雜誌社 另外一間就是香港01 我們第一天已經說過 發生這些事 是牽涉到香港重大的公眾利益的時候 一定要有新聞自由 現在整個立法會可以說說報廢 因為事態發展至今 如果你香港有一個正常的立法會 就應該有立法會議員 立刻傳召 香港的起碼是經濟事務局局長 去立法會那裡接受緊急質詢 是不是 你到底旗下的那個經貿辦 在倫敦搞什麼 什麼叫做收數 為什麼是被英國的蘇格蘭場 和反恐 或者叫做情報組織呢 說經貿處是間諜 為什麼要轉型 這些特區政府要派高官去立法會 在任何正常的民主社會 如果你真的有三權分立 不是說走出來開記者會 而是先去立法會 在那裡解話 不是說整張新聞封公佈出來 或新聞稿出來說不予評論 你這些回應 是被國際的投資者看到 已經是一個陷入的黑箱的管治 和缺乏透明度 不要以為這些標高案 和迪吉死亡這些 是跟美國摩根大通 和華旗銀行 在香港的資金去向是無關的 你怎麼應對 是香港故事的一部分 你現在全部是歸宿 立法會是報廢 只剩下一間叫做雜誌社 和香港01 終於是涉而不捨 透過他們的渠道 還有現在還好運 香港有這個叫做公司註冊處的資料 相信很快 公司註冊處就會奉命做事的了 就會將一些大陸 來香港開辦的公司的資料屏蔽 因為為什麼 涉及國家安全 是不是 因為現在這宗案中案 這個叫做抗民期 被指涉及的這一間公司 叫做Global TWT 和一間叫做永茵投資公司 這個Monica Kwon 最初被指夾了一億多 再加上價值兩千多萬的房地產 是一個人走了去英國 然後導致Global TWT 那個老闆 一個叫做周恬恬 來自中國大陸的女子 然後僱用一個叫做卓sir的一個 退休的香港警方 而這個卓榮 也都來到英國 和他的舊時的老友 叫做袁從彪 就一起夾手 然後就一起上門 才聘用到Tricket 上門去收數 結果不幸蒙爛 所以現在的傳媒 香港起碼傳媒的焦點 是回到Monica Kwon的身上 這個神秘女子 到底是何人 為什麼她要走路 為什麼要牽連到經貿辦 和經貿辦又有何關係 還是根本只是一場 秘魯的Moonlighting的工程 那鮑先生 你怎麼看呢 因為案情複雜 牽涉的人物 公司更多 我嘗試盡量解讀 因為根據雜誌社 和香港01的報導 這裡的案件分為兩件事 現在新發現的一件 就是發現被追溯的Monica Kwon 即是抗民期 原來牽涉一宗追溯案 這宗追溯案 就是來自香港的註冊公司 兩間的投資公司 以及這些牽涉房地產的公司 那麼金額欠就過億 都不要緊 其實這部分 我們已經說過了 香港一向都是白手套 很多的家族辦公室成立 還有裏面這個 那個金主 還有一些慈善的公司的項目 如果你將這些家族投資 慈善 來自中國大陸的金主 再加上它持有香港身份證 常居海外 你將這幾點合在一起 熟口熟臉 就是香港作為一個國際的金融中心 其實真正的身份 無論你認為是中間牽涉到疑似的洗錢 或者用慈善機構的名義來包裝 或者中間還有牽涉一些資金 調去海外 這些部分 我們不討論 這些香港究竟是犯法還是不犯法 這些自己自有 有關的部門處理 這個問題很簡單 就是一宗這樣的追訴案 為什麼會牽涉到倫敦經貿辦的行政經理 而都不要緊 可能他真的 我退了萬步說 他真的幫朋友去聯絡 究竟有沒有私家偵探 或者特工可以幫他追訴 但是為什麼一月 根據雜誌社他們的報道 有一條數目 是由倫敦經貿辦去找給 這個Matthew Chikert 這個前線去追錢的人 這件事就大件事了 因為中間牽涉到的 原來是香港特區政府官方的機構 倫敦經貿辦 這個經貿辦也都牽涉到去監控 海外的這些被通緝人士 這一點連葉劉淑儀都已經公開間接證實了 於是乎這兩件事一合起來 你就會發現 裡面其實會不會 在這個原從彪 裡面他安插這個行政經理的身份 在這個倫敦經貿辦 其實是別有任務的 這個任務除了監控之外 會不會還牽涉一些 牽涉到官方或者有關人士 的一些金錢瓜葛呢 這部分就是我們經常說 水痕滲 現在雜誌社和香港01進一步的報導之後 這些相關的投資公司 剛才你說的鄺田田 這位金主 周田田 周田田 英文叫做Tina Zho Z-H-O-U 不是Charles C-H-O-W 我們第一天已經說 這個是大陸女子 而且周田田親自現身倫敦 是到場監督拍攝 是吧 所以不簡單的 和卓寧在一起 所以繼續 還有另外一條數 就是卓榮再付錢 皮特納威 就是死了的 Matthew的上線 那就是說 兩件事 兩條數 其實是為一件事 倫敦經貿辦 找數給Matthew 和卓榮找數給 Peter 都是為同一件事 那你告訴我 其實究竟倫敦經貿辦 除了監控之外 究竟他在做一件什麼的工作呢 這些其實立法會議員 一片鴉著無聲 真的 他的工作其實是要監控政府 監測政府 和提出問題 但是沒有人問這個問題 現在到現時為止 現在根據香港這些 有心的傳媒的踢爆 裡面這個叫Monica Kong 她後面的債主 就是這個叫Tina Joe 周恬恬 周恬恬 周恬恬是擁有一間叫做 永茵投資公司 這間投資公司的單一股東 就是上海澳濟委員投資中心 而抗民期在2023年8月 就仍然是這間公司的董事 到了今年4月 公司委任周恬恬做董事 所以周恬恬也是幕前的一個代理人 她的英文名字 Tina Joe持有香港身份證 當然 沒錯 每天150個 或者精英專才高才 那些 然後周恬恬 香港厲害了 長袖善武 就有六間公司註冊 包括2018年成立的TWT Global Limited 另外2019年成立的 香港僑外慈善基金會主席 又是慈善 又是慈善 和這個杜拜王子 成立交易辦公室 裡面也有慈善 和馬會的50億慈善基金也是同一性質 成立了僑外慈善基金會 根據北京 跟北京連線 做一個叫做北京橋外慈善基金會 是在一起的 好了 她的創始人及榮譽董事 那個鬼腳 又是這個田田 是周恬恬這麼簡單 一叫做田田的 你也知道前有小田田 後有周田田 都是非常不簡單的商業領強 好了 這個香港橋外 接著就聲稱關注 香港基層民眾心理健康 曾經在2019年5月 捐贈60萬元給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行政學系 開始關注所謂的單親母親項目 香港記者還可以找誰呢 就是找香港大學社工系來問 你2019年5月接受過 Tina Jo這間公司的捐贈60萬元 當你接受她的捐贈的時候 你有沒有做過背景審查 你和Tina Jo這位女士的關係密密切 因為香港大學是不能夠接受 來歷不明的捐款 如果這些捐款是涉及Mark Simon 或者什麼海外什麼顏色革命的資金 那麼香港大學是很危險的 所以如果立法會是一個正常的 傳召完官員 就應該傳召了香港大學的社工系 為什麼要捐給社工系呢 我們幾集都說到 社工系在2019年和2020年之間 社工這個行業 是成為特區政府 密切留意或者是眼中釘的一群人 好了 這樣及時就有60萬泵了下去 這些就是我們看的 表面證供和把拼圖放在一起 是不是 好了 現在就是 它在香港註冊的永茵 和TWT Global 這就是關鍵了 它的登記地址是灣仔一間 月級的商業大廈 去到是沒有人落閘的 也是這樣的 是吧 門口大量信件的 這些就是為什麼它 一間這樣的雞棚 或者疑似雞棚 是可以給一個叫Monica Kwon 捲了一億多走去英國的呢 這個就是值得 香港的傳媒 為了香港公眾利益 繼續發掘的話題 是嗎 豪先生我再補充多一點 根據雜誌社的報導 他再追查下去 他發現牽涉那個金主 就是那個周田田 他有份的永茵投資的公司 他是一個股東的控制人 就是一個大老闆叫王玉珠 是他媽媽來的 這個王玉珠更厲害 在中國大陸控制17間公司 任職哈爾濱市道外區的環保局 裏面有牽涉基金投資房地產開發 橋外基金 就是中國大陸那個裏面 那麽現在呢 不說那麽多細節 我嘗試化繁為簡 就是除了這個Matthew Trigg之死 我們牽涉到英國的這個警方 有沒有和他剪判 另外一方面就是香港的駐倫敦的經貿辦 究竟有沒有聘用過他 和如果他真的爆料的時候 會不會牽涉到呢 我們初期以為只是有兩個parties 牽涉到利益衝突或者其中 但是現在根據這兩間媒體的報導 牽涉到第三個parties 這個第三個parties 就是追溯那個周田田 及其母親王玉珠 中港這些公司的投資 牽涉到上億的資金 那現在的水不止深了 亦都是闊了 就是說第三個parties 會不會他們擔心到 Matthew Trigg如果一爆料 而這個追溯的過程 和牽涉到為什麽要追溯 這億多的錢是什麽錢 為什麽會有這樣的公司 可以被一個董事 夾了一億多過來英國 而其實他們追溯的過程 這條數 你都知道英國對於反恐 那個洗錢 那個監控很嚴重的 追溯那個來源 這億多的 除了你要去追溯這條數 他們會問你這億多是怎麽來的 這億多會不會牽涉到 香港和中國之間的 這些非法資金的流動 和相關的橋外慈善的公司裏面 為什麽會牽涉其中 這些全部都是問題 我只是問題 所以Matthew Trigg之死 可能和這條數有關 我們經常說follow the money 當錢去到一個level的時候 是要死人的 不是說笑的 我們看到陳從青案也是 是吧 當時你在馬拉 派了一個銀行派了一個人 過來查數 那個馬拉 那個會計師 五花大榜 那條絲就在那個 麗芝林裏面發現了 是吧 你現在由這個叫Tina Joe 和這個叫Monica Kong 之前的僱傭關係 或者這個Monica Kong 也是非常之大權的人 不只是僱傭 是夾了一億多走 而這個Tina Joe的媽媽 叫黃玉珠 是出生於哈爾濱 也是經營哈爾濱的房地產 你要知道 說到哈爾濱的房地產 是非常之猛鬼的 不久之前 帶來一間叫中籍集團 是被習近平為首的中國政府 一眼煲起 這個中籍集團的老闆 叫做解席坤 解席坤就是神秘死亡 他出生於哈爾濱 是做地下商場發達的 然後他的弟弟還跑來英國 買了一隊足球隊 所以說你不要小看哈爾濱 普京這次離開北京 都是去哈爾濱 哈軍工 軍事工業大學那裡發表演講的 那裡是所謂的二炮 即是導彈 是那個研製基地 這件事就北由哈爾濱 就下至Global TWT 是到澳洲 都是澳洲那裡涉及房地產 然後打橫射過來 就到倫敦 就由一個Monica Coin的BNO的女子 就捲了億幾 和兩千多萬個房地產 過了來英國 這隻大三角 由哈爾濱至雪尼 由雪尼射回去倫敦 哇 你說真的非常壯觀 現在裡面死就是死第一個人 會不會還有其他人呢 就不知道 是不是 現在就牽涉到英國政府 那你那億幾 是怎樣可以打倒 運倒進去呢 是英國 還有兩千多萬個房地產 那他肯定是跑到英國 如果不是要派一個場名 去追溯 是怎樣經過鄉 英國的銀監會 是用什麼的名義 是打進去英國的 什麼公司的賬戶 和那些億幾 有沒有經過英國的民間會 去搜查有沒有 money laundering的成份 那明顯呢 就英國的檢查當局 覺得滿意啦 如果不是 不會被你的億幾 放了進來啦 是不是 好了 因為是這樣呢 英國的兩地 近日關係完全破裂 本來你一切可以 侵過法例途徑去解決 在殖民地時代 你的民事案也好 刑事也好 你就通緝 應該通緝的那個 未必是攬炒巴 和羅冠聰 反而通緝的應該是 抗民旗 是不是 現在呢 那時候呢 兩方之間呢 就不能引導 於是派人 用這種強力的手法 追債 誰知道強力的手法追債 就太 而且強力的部門 是被揭發的 是經貿辦 哇 那些鬼腳 畫到 真是那些這樣的線 主線之線 是畫到滿天神佛 是不是 這些呢 就是英國的報紙 他們的偵查報道 狗仔隊也好 應該就會承接了這個波 是繼續深入調查 是不是 是的 那我打個譬喻 或者大家都知道 近十年八載 很多中國的貪官污吏 或者一些富商 都夾了很多錢 離開了中國 去到歐美的地方 不只是英國的 還會包括加拿大 特別是加拿大 所以很多的 這些追債的錢 無論是黑錢還是白錢 都是中國大陸近這十年八載 其中一個海外任務來的 無論是官方的 或者非官方的 那為什麼你不從這個官方的途徑 就像陶生你所說 如果那些錢是非法的 那你就從這個正常的官方的途徑去追究 為什麼不走這條路 要走一些地下的方法 或者找一些民間人士去追錢呢 其實很簡單解釋 因為那些錢的來源不能夠公開曝光 因為當如果你把這件事擺上陽光之下 從官方的途徑去追錢 別人除了問這些錢為什麼會夾走之後 就會問這些錢是從何而來的 上億計或者十億計的資金 為什麼會在中國大陸 你怎麼賺回來的 你不可以說這些是阿爺剩下的 你有公司你就要交一條數 如果你是出糧的 投資的 你也都要把所有的文件交出來 其實最簡單就是 相關人士是追人錢那個 他都不能夠把這些東西曝光 所以他才用其他的方法 去僱用別人去海外去追錢 那貪官污吏的錢更加不要說了 這部分更加敏感 因為中國大陸不能夠承認 一個地方的官吏 或者是普通一個村代表 可以貪上億計的錢 他覺得這件事根本是國恥 你怎麼可以放上國際上去追數呢 所以無論什麼原因 你很明顯看到這次 周田田這個公司 及其背後代表其他的金主 他正在追求這個 Monica Korn 抗文期的上億計的錢 就是牽涉到一些 不是很能夠公開的這些來源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 都是回到原點了 就是為什麼牽涉到ETO 倫敦的駐經貿辦 裡面的行政經理牽涉其中 而還要用他被ETO的名義開錢 給這個Maffel Ticket 去做這件事呢 兩者一抗起來 就令人更加覺得匪夷所思 和中間會不會牽涉到官方的參與其中 現在俗正清晰的輪廓 就是迪吉向英國警方表示 他現在被兩件事混合了 就是想去抗文期追債 以及他以往大半年至少 就是踩線追蹤和監察羅冠聰等一 可能就是英國反恐或者情報機關 就是拍台拍燈 你不要以為你只是上門追訴這麼簡單 你的上線或者你的僱主 是牽涉到 是觸犯了英國國家安全法 那你現在和他 是有一個僱傭的關係 所以你一定會定罪 所以這個迪吉就說要自殺 如果你一保釋就會自殺 這個是不通的 在邏輯上 法官就批准保釋 即是法官說 我送你一程去黃泉路 這個法官和這個保釋的決定 都很值得去審視的 好了 現在香港特區那方面 我們看看那個反應 特首李家超就說 任何對特區政府無理指控都不能接受 沒錯 當然無理指控都不能接受 但是經貿版這條數 出給迪吉上門追訴這個行動 都不能夠接受的 又說駐英版日常工作 是要和當地不同人士溝通 即是是不是包括 找迪吉走去拍門 在門那裡灌水這種溝通的方式呢? 是吧? 然後呢 特區政府已經要求駐港英國總領事 提供事件詳情 這個問題問得很QK 我想相信英國警方都很想特區政府 經濟事務局提供進一步的詳情 所以這些要求提供詳情 就不是單方面的 應該是雙情路 要求英國政府公正處理 這個我們講過了 我們相信英國政府抓了那三個人 不會對他們嚴刑敲打 用這個叫電棒電擊生殖器 是不是? 也都是對他們非常的寬大 明明觸犯了國安法 還可以保釋 是不是? 比起香港特區 小小這樣的事情 沒有牽涉到什麼間諜 只不過是初選 是扣押了三年 英國政府非常公正 是more than 公正 好了 現在阿爺 即是香港特區政府阿爺 就升級 就說 指英國是偏造藉口 無理指責 無理指責香港特區政府 打著司法和國家安全旗號 任意對在英中國公民進行騷擾 這個指控是非常之嚴重的 針對於英國政府 說你偏造藉口 即是說中國認為 你現在承擔經貿板被指為 找迪吉上門收訴 還有灌水 還有抗文期 還有這些公司後面的資料 全部是作出來的 是謊言 是不是? 但是這個藉口 就很不幸 是經過香港01 由于品凱銘而擁有的親中愛國 這間傳媒和香港雜誌社 是找到的 是事實 不是一個借口 因為Monica Kwon 是一個活生生的香港BNO的女人 不是一個AI 是拼造出來的一個虛擬的人物 所以相信 英國政府和警方 在當初拘捕了11人裏面 應該包括這位抗文期 迪吉上門灌水 收不到數 蘇格蘭牆和軍情誤處的探員 上去 就應該一定 找得到抗文期 這個中國駐英大使館的聲明很有趣 除了剛才你所述的內容之外 他說指英國的打著司法和國家安全的旗號 任意對在英中國公民進行騷擾 在英中國公民 Matthew Triggert是在英的中國公民嗎 他是英國人 好了 他的上少Peter White 都不是中國公民 是英國人 是 還有 袁松彪 他是擁有英籍的 聽說他的家人也是在英國的 是 這三個人被告 都不是什麼在英中國公民 那是不是這個大使館裡面指的人 是別有其人呢 而不是這三位呢 很奇怪 是不是 所以種種的疑團 是有待進一步去解決 但是相信大家不用怕 接下來 這兩條線 香港的國安法 審訊現在也到了如火如荼的階段 而英國這一宗 鋪出來相當的 是引人入勝的 而且那個 情節之奇幻 一定會給香港那兩三宗 是更加波爛壯闊 好了 這個倫敦 香港的經貿辦案 即將是開審的 大家都知道 其中一名官員 有關鍵的被告 就是排第三 這個英國的前央家 開軍陸戰隊員 迪吉就離奇在公園死亡 那現在少了一個 就正如我們在第一時間的時候 是嚴判的 現在迪吉死了 可能呢 控方少了一個很關鍵的證人 如果少了一個證人 應該是對另外那兩個被告是有利的 那這一點最新也是獲得 自由亞洲電台訪問 流亡海外的香港律師 許智峯是證實了這件事 不過但是怎樣呢 都是未能夠肯定的 那現在這件事呢 在英國也有一個新的進展 就是總共有七名下議院的跨黨派的議員 就聯名要求英國政府 關閉香港駐倫敦的經貿板 這個原因就是1996年 香港駐倫敦的經貿板 是要由英國政府立法的 立了一條法就叫做 《香港經貿辦事處法令》 就是說 在一個大前提 就是香港經貿板 只能夠駐在倫敦 促進英國兩地的貿易和經濟關係 現在呢 你已經是違背了這個功能的承諾 因為呢 最近行會召集人葉劉淑儀公開說 經貿板應該華麗轉身 加入了追蹤和監察 流亡海外的一些異見人士 包括羅冠聰和劉祖迪等人的功能 那你特區政府自己承認了 我們一早說過 你是提供最佳的理由 是給英國政府採取行動的 現在七個跨黨派的議員 就提出這樣的要求 那對特區政府呢 有利的地方就是 英國首相新委成 剛剛提出7月4日大選 國會是解散了的了 那現在剩下了大約一個多月呢 現在是沒有人做事的 保守黨政府現在呢 就趕快叫那些人吹雞埋位呢 是準備大選 而且極有可能 百分之九十九九九九的機會 保守黨政府呢 是會這個落敗的 那解散了國會呢 這七個跨黨派的議員呢 將會還有幾多個 在下屆的大選之後 回來呢 這個也是不知道的 所以這七個議員呢 雖然來自不同的黨派 他們發出一個這樣的 要求英國政府做事 一個這樣的呼籲呢 恐怕都要等到7月4日之後 就是如果工黨贏了 那由工黨政府去執行 所以特區政府應該還有呢 至少一個多月的喘息 你一個多月之間呢 就要視乎 這三個被告裡面 現在少了一個 剩下這個 袁松彪和韋Sir 如果他們呢 是緊口 什麼都不認 什麼都說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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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ent 那你知道啊 這個英國呢 是一定會公正處理的 難道警方 拉他進去兩個人 嚴刑敲打嗎 那看一下呢 這兩三個月呢 就正如許智峯律師 所預測 對他們有利 只要叫不開口 在沒有有力的證人之下 這個英國警方 握著 迪吉 生前 在警署 或者最後那天 在法庭下的口供 然後交給法官 看看法官 信不信 還有到時候 看看彪哥 和韋Sir 那兩個律師 是有沒有足夠的口才 是不是呢 鮑先生 是 因為呢 我們之前的分析 這位 Matthew Tricket 或者翻譯 叫做迪吉 是成件案件的一個破口 因為他當時被捕 在手機裏面 就被發現了 他和上線 Peter White的關係 和那個工作 當時現場 Peter White 是被警方 捕捉到的 那如果 迪吉死了之後 就缺乏一個有力的 直接證人 證明 這個Peter White 他那個 身份 和他參與這件事 那如果Peter White 這個 也都不成立的時候 也都會令到 加上他自己 保持這個沉默 他不作弓 不對爆這個上線 這個 這個 袁重彪 那袁重彪 也都可能會有疑點利益 歸於被告的情況之下 是得到釋放 那所以 這次 那個問題 就是這位 迪吉的死亡 的確是對其餘兩個 被指證的 犯人 是有 一個很大的幫助的 但是可惜 這個 雖然少了一個人證 但是有物證 因為特別是牽涉到 有三筆的錢 是經過倫敦經貿辦 就去了 Peter White 就是迪吉的上線 但是也都有一筆錢 是由 倫敦經貿辦 就轉去 這個 迪吉的戶口 那這些物證 你是不能夠狡辯的 雖然根據 這個消息裡面所說 而是 原從彪的解釋 是給這三筆錢 這位Peter White 牽涉到九萬五千磅 是出於好意 但是 法庭林 會不會接受 進行了 差不多一百萬港幣 的轉賬的時候 是出於好意呢 因為這個說法 就是說 對方 Peter White 因為銀行賬戶 不能夠進行跨國轉賬 所以才向他求助 所以他才通過經貿辦 這樣去賺錢給他 這一點是比較牽強的 所以其實我們24日 看看這個法庭的開審之後 究竟這兩個被告 會不會有了報 或者是 這個 他們會不會 作出進一步的解釋 對於現在那些鐵證如山的物證 所以 本來 已經是 無懈可擊的 一個這樣的證供 現在缺少了一個人證 的而且確 是令到這兩個 其餘的被告 是有機會 可以逃出 法望的 陶先生 有一點點機會 但是也不是很多 正如你說 這個迪吉 在生前 其實已經 向警方 是無法 他所知道的 要不然 就不會這麼快 就可以轉界去法庭 那裏過堂 雖然他是人死了 但是留下書面的那些東西 那些紀錄 至少是可以指證 在去年半年 他曾經執行過 多少對於海外被通緝的意見人士 在他們的住所 或者跟蹤他們的行蹤 而不能夠再熬他 還知道得多不多 就是說 在去年或者前年 你認識標哥多久 這個Peter White 在半年之前 還有沒有其他的臨審 或者還有沒有 在這一宗追債成功之後 然後再派你去另外一些任務 這些可能就不會再有 就是沒有其他資訊 但是到目前為止 那六個月內 還有加了這一宗追求 這個Monica Crown 其實 在那個實質的證據方面 是很快樂 是 最多 最多 就不會加控其他的罪名 但是呢 就算這個叫Peter White 如果他和彪哥 在法庭裡一聲不出 然後死口不認罪的話 那你看一下 主控方那個大律師 都不是三歲小孩來的 他會拿著那些這樣的證供 還有拿著那些手提電話 那些短訊 逐樣逐樣去問你 是吧 所以呢 就應該不會再燒上去 這兩個 會呢 被這個迪吉所指控的種種的罪名 就應該會成立 那現在最大的問題 最嚴重的就是 特區政府 這個經貿辦也好 經濟事務局也好 保安局也好 警方也好 是沒有辦法和袁崇彪聯絡 是沒有辦法和他夾口供的 你知道嗎 是吧 因為他們兩個保釋在我 在家裡 是有條件的 變成大家 你說袁崇彪怎麼說話 去保護香港特區政府 那個經貿辦 或者其他的同事 現在是變成沒有溝通 你知道嗎 叫做沒有溝通 沒有溝通的時候 這一點是對控方有利的 是吧 對控方有利的 如果控方 英國人都不是傻 在兩個之間再分化 叫其他人頂證另外一個 你頂證認罪 他就判輕一點 是吧 然後就告訴另一個人 那個人已經認罪了 是吧 你就很快點 趕快認 這些英國人很懂得玩的 他有意放苦歸山 讓你回去兩個家裡住 你夠不夠膽 你兩個現在拿著手機 在那裡 WhatsApp Signal Instagram 在那裡 快點夾口供 你一定不敢 你乖乖地坐在家裡 是不是 這個呢 其實跟拘留 是沒有什麼大的分別 你不能夾口供的時候 然後呢 就上到法庭 其實這件事對那個辯方是很不利的 你如果想打掉 是要walk out的話 是吧 所以現在這件事是還沒完的 雖然是死了一個 但是好像對於控方來講 好像他拍一部電影 例如希治閣 1960年一部電影叫《觸目驚心》 在劇本裡有一個很大的挑戰 就是裡面的女主角叫曾立你 是吧 騙了他那個公司的一筆錢 然後呢 晚上就走到一間旅館那裡 是投訴 結果呢 這部電影到三分之一 那個女主角呢 是被人殺了的 那這部電影是沒有男主角的 這部電影是三分之一的女主角 被人殺了 喂 希治閣 還怎麼把這部電影拍下去呢 他很厲害 是吧 所以這部電影叫《Cycle》 《希治閣》的懸疑片的名作呢 當日就是示範了戲劇的突破 就是在沒有男主角和沒有女主角之下 這部電影在接下來的三分之二 一樣是拍得成功 我不知道你有看過 有看過 有看過 是 就是說四部電影的一部真寶747的客機 如果壞了一部電影 是照樣可以飛行的 照樣可以安全著陸 現在這樣呢 就對於英國的控方來說 當然是有一點點的挫折 但是你說是不是一個決定性 是會令到控方蓋牌 和令到兩個被告獲釋呢 我就覺得呢 就那個機會都是描迷一些 是嗎 現在那個案情 就我們所知呢 Mathiel Tricket就是 招供那個一個 也都是肯和英國警方合作那個 那他就死於非命了 那另外兩個呢 這個Peter White和陳重彪呢 兩個就不合作 no comment 不肯講述這個有關 不肯回應警方的查問 那他們就安全 還有呢 起碼到截至現時為止 沒有殺身之禍 那我 從一個表面的情況來看 就是說 就是Mathiel呢 是做了一件 對於有些人利益很不利的情況 的證供 那而究竟是 當然啦 我們還未肯定他是他殺 但是根據英國警方 現在這樣的報道呢 我們推斷呢 他殺的機會也都十分之大 因為如果自殺 我們都講過了 疑點重重啦 地點啦 五點半的星期日的公園 這些全部呢 都不是一個自殺的地方 甚至這個不是第一的案發現場來的 可能呢 是被疑屍 去到現場都不定 那所以現在 現在的情況呢 就真的要看一看了 就要看看 24號呢 星期五開庭之後呢 很快的 很快的 拿了Mathiel的書面證供 上到法庭 看看法庭 信不信立這些書面證供的內容 因為呢 如果基於這個 英國當然很嚴謹的法律的程序的時候呢 這個 證供呢 可以 作為全民證供 被不受接納的 因為他當事人呢 沒有經過反覆 控辯雙方的盤問呢 這份證供呢 究竟是當時會不會有 嚴刑逼供啊 或者當時呢 這位Mathiel呢 是不是神智清醒之下作弓啊 這些種種都會 本來可以成為辯方呢 去挑戰這個 這個證供的可信性 但現在沒有這個機會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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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會落在這個 辯方的身上 那所以現在的情況呢 就 我想 袁松彪和這位Peter White呢 是鬆了一口氣的 因為本來這件案 鐵證如山 就入硬 因為所謂人證 物證拘載嘛 現在人證沒有了 只得物證 包括那個後宮 也是 那麼究竟 拆不拆掉呢 只是單憑那些 那些繳款的紀錄 可不可以作為這個理據 去令到法庭完全信賴 這一點呢 是爭議的地方了 沒錯了 鮑Sir你剛才呢 是根據事實和理性分析 就講出了 就是 就是告入那兩個呢 是比以前爛了 是不是 爛了 那這個不等於說 你鮑韋聰呢 是支持那兩個被告 是不是 當然 我只是作出這個客觀的分析 就表面上的事實 去作出一個可能性的益測 也是 我怕有些人誤會 你今天說 你是很想 那兩個是得到釋放 所以你是支持他們兩個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在這裏呢 一定要說清楚 是議政時期 因為我們封雲谷呢 向來都是 理性 事實那裏去分析一些大事 那麽特區政府最近很多事 五月呢 是即將進入尾聲了 這個所謂的中東王子 及其香港代理人呢 這裏呢 是否有個口號 是否有多穏 所以 他可以那比 電影叫《九龍城寨之圍城》 在香港賣座 反映相當好之後 這部影片就去法國的康城上映了 香港特區政府近日搞廟街夜繽紛等等 似乎反映說好香港故事就差強人意 再搞一單香港經貿版的間諜移魂的風波 在那個形象和向國際的吸引力方面 就更加雪上加傷 所以搞到連主管文化康樂體育事務的局長 楊潤雄也要親自飛去康城 是去黏著那套叫做九龍城寨之圍城 在康城上映 其實上映而已 上映只要拍戲那隊人去到登台就夠了 香港特區的高官是不需要浪費一張 據有理由相信是商務艙 加上那裡的酒店 非常昂貴的開支 是由楊潤雄局長飛去康城 坐在戲院那裡一放的 你局長走去康城那裡 你有什麼活動呢? 是不是跟康城影展的當局在那裡宣傳香港電影呢? 還是叫康城影展下一屆 你做一個叫做東貴康城就在香港舉行呢? 是不是? 你特區政府口口聲聲經常都說要KPI的嘛 以結果為目標的嘛 你猜香港的儲備很多錢剩的嗎? 另外就是這個九龍城寨之圍城一套戲 修得就好像北京田鴨那樣 除了片皮鴨 是用來吃北京田鴨 剩下一些骨 可以用來煲湯 現在就特區政府有人提出了 是不是? 就是既然是這樣 這套戲在法國康城 是放映之後就獲得全場觀眾站立鼓掌十分鐘 倒不如上多一棟 就是將這個九龍城寨圍城的片場保留 而且戴上頭了 接著做一個香港電影之香港環球片場 就吸引一下國際的遊客 現在就已經有個海洋公園 已經有個迪士尼園 如果你要製造一個叫香港 就是你抄襲 你仿效這個叫美國荷里活 製造一個叫香港環球片場 那你覺得是否可行呢? 鴻先生 是啊 這個想法都真是很有趣 那我就覺得 香港的特區政府就永遠是後知後覺的 這些主題公園在全世界已經沒落 我們在幾年前的電台節目已經講過了 這種主題公園遠之 甚至在這70年代英國的黑池 Blackpool 都已經沒什麼人去玩了 今時今日 相對於其實這些環球影城 我覺得那個吸引力也都比十幾二十年前降低了 我不明白為什麼現在還要用主題公園的概念 去吸引遊客 因為主題公園除非你有很強的軟實力 即是說好像荷里活裡面的電影 無論是反斗奇兵 Marvels那些系列 全部這些才可以作為 吸引到遊客進入去 還有你不斷要有這個新的電影上映 那你才可以的 但是你也知道港產片 來來去去都是警匪 黑社會臥底 九龍城寨這一類 這種黑幫的動作器 如果只是一個裡面的內容 根本吸引不到遊客 可以重複地去 而最重要的是這種內容 是不適合一家大小的 我們經常說中國人做事 沒有細節就是這個意思 大家都知道九龍城寨 這個三不管的地帶 裡面是什麼呢 黃島毒 包括色情 跳脫衣舞 以前那個什麼 貼蘇燦 就是貼那些毛髮上去 就是在那裡吸引那些 好色之徒 賭就不用說了 裡面是非法賭博當 那些翻攤、排狗 然後再去就是毒 就是吸毒 當然就是很多導遊 這些全部的元素 到時真的有個九龍城寨的實境 裡面玩的東西 體驗的東西是什麼呢 如果你裡面不是黃島毒的 難道是先李奇緣、唐魯鴨 那種人速無害的內容嗎 難道在那裡仙女散花 或者是王子公主嗎 沒有的 九龍城寨就是充滿罪惡 裡面完全是擺不上去 一家大小的老小涵義的 提出這個主題 或者這個想法的人 他很天真 他以為只要有一個硬件在那裡 就可以 但是他們從來都是忽略軟件 也根本沒有考慮執行裡面的細節 陶先生 想出這條糞便的 恕我直率一點點 的人呢 我想這個智商是低於50 他說要整個叫港版環球影城 什麼你都想抄襲別人的美國 我經常都說 你香港有什麼資格跟美國比呢 環球影城你有沒有去過 那個環球片場 那個影城 東京有一個 這個美國也都有 你去到看到環球影城 人家第一 佔地很大 第二 人家用荷里活 幾十年那些災難大片 是億萬金元堆砌成的 那個場景是拿來做仿製的 是不是 比如說人家叫做Harry Potter 哈利波特的環球影城裡面 就有一個仿哈利波特的場景 比如說那個學校的飯堂 還有古堡營的校舍 人家還有奪寶奇兵 從頭到尾是拍了六、七集 奪寶奇兵六、七集 你有沒有看過裡面是什麼場面 裡面有埃及 有金字塔 有那些飛車 也都有越礦飛車等等這些 還有很多不斷的場面弘大的打鬥場面 裡面也有比如說沖天大火災之類的 那些救火的整個環球片 有一個我記得那個節目走進去 是令到你伸進那個火牆的 周圍那些東西一塊二塊這樣 白冷掉下來四面起火 現在人家荷里活已經拍到 King Kong大戰過世禮 另外還有很多這些巨型的戰爭片 你這些香港電影幾十年拍來拍去 就是警匪 警匪是不需要 也都沒有能力 是做一個叫做港版環球片場的 香港片還有就叫做《古惑仔》 也都拍了很多站 《古惑仔》再加無間道 再加你現在特區政府是攝石黏過去 又聲稱你自己有份感到驕傲的那些 全部是跟警察和黑幫有關的戲 另外有一些就叫做法庭戲 好像最近這些毒蝕大狀 你現在毒蝕大狀的法庭戲 你如果想吸引鄰近地區中國的小粉紅遊客呢 你只是在推銷以前英國殖民地留下的普通法 裡面那個法庭的狀況 你是不是要在那個港版環球片場裡面 搭一個法庭呢 然後搭幾個這些泥索的公仔在那裡 是做法官 做王子華 另外做被告和陪審團呢 如果是這樣 你不如開放高等法院 是被那些大陸遊客小粉紅進去打卡旁聽的 是不是來到呢 拍照了 香港大學都開放的 是不是 所以想出來 又想這些這樣的糞便的人出來 是天真甲幼稚的 之所以聞名於大陸 就是因為你是黑社會 如果你如果想吸引外面的遊客來 你是要復興殖民地時代 在七十年代百花齊放的那個遊占王 那個就是真正的港版環球片場 那時候在八十年代之後 占東就有大富豪中國城 整個九龍呢 是中間一條彌敦道劏開 這邊就是新田地街 和這個渤蘭街 那邊就是奶路神街和女人通賽街 全部有不同的江湖社團環頭 在那裡看著 那裡有廉價的夜總會 和麻雀館 還有很多夜市 和整條廟街 有一套戲叫《龍虎風雲》 《臨嶺東導演》 那套戲也都在國際上 和在大陸是備受注視的 現在你只要恢復整條廟街 在八十年代那種興旺 你用不著搭一個所謂的港版環球片場嗎 是嗎 《龍虎風雲》有一個top shot 第一場戲就是黑社會在街頭那裡斬人 斬到腳街尾 你有一條廟街你真是興旺化了 你就已經有一個真正的片場在那裡 在七八十年代 整個香港之所以影視興旺 就是整個香港的現實社會就是一個片場 包括那時候省港騎兵所拍攝的 實境叫《九龍城寨》 你香港就愚蠢那隻豬 1992年那時候 這個房屋處長足建勳 在那時候的港督衛逆信 是策劃之下走去拆城寨 就不見一幫文化界 或者那些歷史學教授 出來力保說這個是歷史古蹟不能拆 或者那時候應該主張把那些債民搬出去 然後把城寨裡面打掃乾淨 或者你拆一半 或者留三分之一 做一個類似今天西班牙 巴薩隆拿 高迪 那個奇異建築 留下天一半避一半 未曾完成的那個就叫做博物館 這個香港是一個暢來 都是缺乏文化 產業的軟件的地方 是鋪鋪清的 現在你轉頭回去覺得 以前殖民地時代 像你們大陸的那個叫做政協前主席 李瑞環說 留下那些兒興茶壺 那個茶職是最值錢 已經被你們這些傻人全部剷掉了 剷掉之後你怎麼做一堆假的古蹟出來 所以五個字叫做人蠢無若意 現在你做一個叫做港版環球片場 哇 真是笑死人了 是不是 集合七十年代李小龍成龍周潤發周星馳 九龍塘一個李小龍故居你都拆了 是不是 叫你特區政府那時候花幾億 是收購來保留 是不是 你都不會啦 那時候你林鄭月娥在哪裡啊 現在 你現在回來說保留港版環球片場 你白不白癡一些 是不是啊 阿豹先生 是 我退一百步說啦 我真是當他搞得成 但是我剛才都說了 他們永遠是沒有考慮到細節 別人的荷里活電影 由構思劇本開始已經想到 後面其他這種叫IP 知識產權的授權 包括剛才所說的授權給一些主題樂園 譬如說他的商品 譬如說哈利波特你可以有不同的那些袍 魔法像啊 這些這樣的小精靈啊 這些全部他已經想好了 在劇本裡面已經設定了 他最後才能夠這樣去砌出一個主題樂園出來 讓你去體驗的 包括了宮崎進 譬如說宮崎進的博物館 裡面有很多的角色 或者很多的道具 譬如說最近有一個哈爾移動城堡 就只是真人這麼大 你可以進去體驗的 這種就是西方或者日本 他去創作這個軟實力的時候 考慮的周全 但是你想想如果真是 九龍城寨之圍城 我當你搞得整個硬件 到時在你體驗完之後 或者你進去體驗的時候 體驗是什麼呢 除了打打殺殺之外 喂真正的九龍城寨 就是看脫衣武的 剛才我所說的 或者要非法的埋意 就是去剝牙的 這個浸淫式的體驗 是不是要包含剝牙呢 更加不要說會吸毒的 譬如說你出到賣東西的地方 好像我們去完這個迪士尼 那賣什麼呢 賣鴉片煙槍嗎 賣脫衣武的衣服嗎 或者賣西瓜刀 砍油 你不行的 這些全部是不合理的 所以其實很簡單 譬如說西方的這些主題公園 或者他想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不會拿自己過去的黑歷史 或者一些陰暗面出來 你難道說英國的時候 他會拿一艘奴隸船 即是那時候Amazing Grace 那個作者 他以前就是一艘船長 去非洲三國貿易運黑奴的 難道現在整個黑奴隸的奴隸船 出來給你體驗嗎 沒可能的 日本一樣 日本你見不見他拿一個吉原 即是說這個幕府時代的紅燈區 出來做主題公園 日本人這麼有創意 都不會拿一些藝妓 這些吉原 那些妓女 出來什麼花灰 出來給你體驗 因為為什麼 你問下去這段歷史 根本就是黑暗歷史 不能夠擺上桌面 就算你真的被人去欣賞 最後你都會令到整個民族 包括你那個歷史的形象 是會被貶低 所以用九龍城寨之圍城去做主題公園 看出來的人究竟他懂不懂字 他有沒有想過的 好像陶先生你說 他的智商高不高得過50 是不是 為什麼我說你智商偏低呢 想這條糞便的中國人 你有沒有想過那13億美的同胞呢 你搞如果搞一個叫做港版環球片場之九龍城寨圍城 裏面又吸毒又脫衣帽又無牌牙衣 你是不是要放一堆老鼠在那裡 還有那堆這樣的叫脫殼那些電線 一堆老鼠在那裡 九龍城寨是英國殖民地政府有心 向你那四百萬香港中國居民展示 那個地方就是我們英國普通法 是不涵蓋的範圍 是你們大清國留下 是走這個大清這個叫外交使節豁免權的地方 就是九龍城寨一早就在七六七十年代 就已經實現殖民地的一港兩制 就是英國人告訴你們聽 你喜歡不接受這個英女皇本子 你就縮進去 那裡呢 那個地方就是人間地獄 是不是 你現在將那個叫九龍城寨呈現出來 給那十三億中國人看 你不就是最近莫言被人剷 或者張藝謀的電影給那些中國愛國粉紅 為什麼你要將展示民族的陰暗面和醜陋面 去賣給西方和外國觀眾來取悅呢 是不是 所以我來想 見這條糞便那個 是不是中環精英 還是那些官員 還是什麼 他們是有一個想法的 為什麼其他的電影一直都是不會這樣提出來 而九龍城寨之圍城提出 除了它大收之外 最主要因為九龍城寨之圍城是在九七年之前 其實現在那個審批的標準 但凡1997年以前香港的任何的陰暗面 犯罪 罪惡 那些電影電視這些內容 他們都視為這些是前宗主角英國帶來給香港的 所以即使裡面有任何的骯髒骯髒的東西 他們覺得沒有問題 不關我事的 但是他們不明白的 他們不明白這件事 你外國人不是這樣區分的 這些只是他們自我感覺良好 他們將1997年的前後劃分 就好像1949年那樣 統治1949年就是新中國 1997年就是新香港 之前的事就不關我事的 所以寫到怎麼照顧都不重要 但是問題不重要 你作為一個政治的宣傳 但是你落到主題公園的時候 難道你在主題公園裏面 但是大家去玩的嘛 到時候去玩的時候 沒有人會理這些東西的 所以他們那個思維的方法是很有趣的 完全是自己好像 跟自己的十四億人交代就可以了 他不理根本外國人 或者其他人是怎麼看的 陶先生 所以說我一定要去做 你覺得這件事都沒有1500年 就因此 那麼這件事都沒有 所以呢 香港人 你覺得 很多時候 住了 他 терalley 他那裡 他很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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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藩市百多年歷史的唐人街相同 那時候Michael Trimeno 荷里活名導演 有一套戲叫做《龍年》 就是由John Long去做主角 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 整套戲打打殺殺 殘暴血腥 不過是好戲 各位如果未看 千萬不要錯過 在YouTube那裡看 整套戲在你紐約唐人街那裡取景 根本不用搭片場 你現在九龍城寨搭出來 你是不是有個說明 除非你的說明歪曲歷史 在1997年之前 萬惡的港英和英帝國主義 殘酷統治香港和九龍 有一個是最底層和最受到英女皇統治壓迫的地方 就是中國人民是蓋著一種諸久不如的悲慘生活 還要慘租是由英國的外國勢力支持的黑社會漢奸欺厭 除非你的說明是製造一段這樣的歷史 不過我相信它做得出的 現在這樣的大趨勢 所以什麼港版環球片場 什麼重搭一個叫九龍城寨 保留的片場 這些是說得出就說 我可以告訴你 是堅決的 我可以告訴你保證 保證是不會發生的 但是現在這些說了就當做了 說了之後就叫做雜思講益 愛國者團隊 大家就叫做多出主意 是不是 是要見識性的意見 但是說完之後就變得氣泡一樣 在空氣裡面是發生的 是不是 所以你現在看到 現在管治香港 合旗周圍 外圍那裡端食的是什麼水準 是吧 早幾個月 特區那個教育局蔡若蓮 不是說要在長津湖那裡 在中學那裡推廣放映的嗎 有沒有做到 是啊 愛國愛國的民建聯就說 香港的中學最少 是不是 要有半年 還是一個學期 要在大陸那裡上的 上課的 是不是啊 有沒有人跟進呢 有沒有人跟進呢 是沒有的嘛 為什麼沒有呢 就是吹水嘛 吹水是什麼 吹了就當做了嘛 但是人家那些九龍城寨圍城那些 香港電影界什麼都好 人家是 真是一草一木 一山一石是自己做出來的 現在真是可憐了 那些做實業的人 那些人呢 是被那些吹水的人去管 是吧 就是外行領導內行 那時候黃永玉說 收回香港是什麼呢 是一群吳吐痰的人 是被一群吐痰的人去統治 現在就是這樣 是吧 所以你慢慢搞 這個叫做香港版環球片場 還有這個叫做九龍城寨圍城那些報警版 保留給那些大陸人下來打卡 千萬不要不做 是吧 不做你就正歸功 實實反而 就像這個叫做一小時大灣區那樣 說出來你就要實踐 是吧 我真是真心的 我希望他做出來 因為很多東西 特區政府呢 都只有一個講字 包括垃圾徵費 包括其他的數碼 中藥港 沒有一件事做到尾 做得成功 既然現在有個有條橋已經出來了 那套電影又收了 我希望特區政府撥款 撥地 立刻做出來 一年半載立刻見到 那就最好了 三個字你不用想 正如中東王子 說五月底回來 現在是仍然失蹤 這幾天在香港特區呢 就發生一場 一場基層生活的內戰 大家都知道就是香港的的士 出現一隻放射 抓人家的Uber 白牌車的內亂事件 事源就是現在特區政府 一直希望用不同的方式 去改革的士行業 但是呢 現在這個世界很不幸 進入全球化 再恭喜香港特區全面融入 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 既然中港大家都是一家親 當然大陸是不會讓你這些紅的士 在殖民地市內一直是壟斷的市場 大陸的網約車的平台 第一間叫做高德打車 第二間叫做滴滴出行 這間就是明星巨大了 還有一間叫宇宙出行 高調宣佈 將會進駐香港市場 而且滴滴出行已經開了波 在這個中港一體化之下 特區政府是沒有理由再拒絕 新型的這些是網約的白牌車 一個新時代就到了 現在的人喜歡 開口埋口就問你 是不是中國人 只不過現在香港的士總會 認為這些大陸的網約的的士平台 包括滴滴出行和這些所謂的高德打車 就搶光了香港傳統的士的生意 但是第三勢力的Uber 就現在因為和大陸方面 是沒有任何的關係 所以就可以放心去打擊 於是最近就發生一些 的士司機蓄意假裝是客 約那些Uber車走去一個地點那裡去接載 然後等到他去之後就報警 這種裝彈工的方式 就顯示現在整個的士行業 就已經出現了一個騷亂的前夕 他有一種焦慮的不安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有前課 在1984年的1月 當時殖民地的運輸師C國 就宣佈 就雖然准許這個的士 起飆的車費增加17% 但是同時也宣佈增加17%的的士的排費 於是就引起一場的士的大壩洗 那時候在中環 和尖沙咀、九龍 一些通渠的大街 就出現的士排長路 堵塞交通的場面 就比2014年更大 在中環境下 然後還發生了蘇聯 那些的士司機 或者是疑似一些暴徒的人 在街上追打那些行人 和衝閘那些店 是吧 1984年的士人 是大蘇聯 證明是40年之後 這個階層和這個行業 就不像那些什麼黃絲 什麼47人 那些初選 那些人這麼斯文 什麼和理非非 現在複雜的地方就是 大陸的網台的的士加入了 另外又有Uber是加入了 但是對於特區政府來說 這些Uber的網站呼叫 就是一種灰色被帶 不知道是合法還是非法 但是人家在營運著 但是現在特區 那個相關的法律 未曾完善 只是例如第三保險的問題等等 就連滴滴出行那些 都將會出現一些問題的 那現在整個的士行業 就非常之躁動不安 那接下來又會有什麼後果呢 鮑先生 是啊 這次Uber和的士業界之間的紛爭 我們表面上只是看到 因為時代進步 網約車已經普及 全世界都有這種網約的服務 和一些的士排費的爭議 但是這個只是表面那一層 特別香港是一個很特殊的環境 如果大家記憶猶新 是在深水埗 如果我沒有記錯 在抗爭運動期間 曾經有一個連邁的士司機 衝了入人群 還撞到人 令到女生斷腳 然後後來呢 就告他告不入的 但是反而呢 那些被撞的那些 圖人呢 有部分還要被檢控 說他們不知如何非法聚集 那樣 那所以這件事 你看得出呢 其實的士業界 這個業界很闊的 當然是包括部分的的士司機 但是和大部分的的士商會 車隊和那些持有的士牌照的老闆 他們都是親政府的 在那個抗爭運動期間 他們都是偏向覺得 不要妨礙他們開工 或者是他們要做生意 所以為什麼政府一直以來 對於那個妄約車 都是投鼠忌器 不敢大刀闊斧地 將它納入那個規管 或者正式地發牌呢 就是那個政治的酬庸 這種政治的酬庸 不是地產商那種 是運輸界那種 因為裡面很多的盤根挫折 都是跟建制的議員 或者這些 頭面人物有關的 所以一直現在去到 為什麼會鬆口呢 或者已經是 世成一個不能夠改變的姿勢呢 就是中國大陸的妄約車的介入 就是滴滴和高德 這些是屬於所謂 李地亞爺的生意 在中國大陸的Uber 那麼去到這個情況之下 你會見到一個很有趣的情況 就是很多時候放射 毒灰 或者在那裡貓貓聲 都是貓貓的 你不見他們把滴滴出行擺在頭上 也都我暫時未見到任何新聞 就在那裡把滴滴出行放射的 那所以有些時候 你覺得很詭異 還有究竟 是不是真的只不過是的士 的搵食問題呢 原來最後 數一下數一下 滑鬼腳 都是政治問題來的 陶先生 你覺得是不是呢 當然是政治問題 那些的士總會 是這個在2014年散衛的時候 和2019年反送中 也都為這個 中國和香港特區政府 是南下漢馬功勞 因為如果不是這班的士大佬是親中愛國 在前面報料和大聲學職那些黑衫現在定性為暴徒 特區政府的警隊是沒有那麼容易和那麼快 是維持一個穩定的局面的 現在難免被人覺得打完債就不要和尚 只不過兩難的地方就是 現在不是只用Uber搶生意 Uber就事小滴滴出行和大陸這些是事大 但是如果你說香港這15000的紅的士 是抗拒中國這個滴滴出行 宇宙出行和高德打的這些進入 那算不算是一隻港獨和抗拒中國市場 和抗拒這個深港一體化的行為呢 如果那些的士佬這樣的行為呢 是被人說了給大陸的小紅書聽呢 因為現在整個中國你都知道了 進入準戰爭狀態 因為賴職德上台宣誓就任台灣總統之後 他的總統就職典禮就得罪了全中國大陸 上游和習近平政府 中央軍委 下支是愛國的小粉紅 現在隨時就說要打過去台灣的了 那現在所有台灣的藝人 如果要在中國大陸那裡賺食呢 已經獲告知一定要逐個逐個表態 不准是沉默無聲 不准壓著模式 一定要表態反台獨和支持統一 在一個這樣的全國精神狀態進入準戰爭 那個高度躁動的狀態之下呢 如果你香港特區夠膽抗拒敵敵敵出行 和高德打敵 和接下來的宇宙出行的話呢 這個模擬中是變成一個非常嚴重的政治問題 因為現在中國什麼都將它政治化的 少少東西都政治化 不止中國 香港也是 民間也是 海外的香港人都是 的那麼多東西 將它政治化的紛爭 無限擴大 現在問題就來了 現在全香港是一萬五千多架的士 全世界只有香港一個地方是一個畸形的的士牌 是可以用來炒賣的這個制度 現在的士牌呢 平均價錢是要成三百二十萬 是一個這些叫傳統的紅的士牌架 雖然呢 近幾年多謝特區政府動態清零 還有港版國安法 再加上2008年之後 金融海嘯爆發之後呢 這些這樣的特區政府 這些這樣的紅牌的的士價 是吧 就是越來越下跌的了 那麼現在呢 很多的車主就損手爛腳 十幾年前呢 高價買入 那麼現在呢 那些的士呢 紅的呢 是圍不到尾 很多的那些 但是呢 他們的車主就損得到 很簡單 在香港在什麼情形之下 你才會搭的士 坐的士呢 一定要在消費長旺 在百業呢 非常輕旺的狀態之下呢 的士才會好生意 例如 你每一個香港打工仔 你現在剩下的那些 月日萬嶺 你上班 下班是一定不會坐的士的 你一定是公共運輸系統 你一定是坐地鐵 坐巴士等等 坐的士就一定是 例如星期五、六 蘭桂坊 食物消費 喝夜市 去夜總會 或者私鬥那裏和死黨對酒 叫兩個明星來陪 然後一兩點出來 湯元白鶴吐白泡之後 朋友扶著 才在灣仔 或者在中環那裏 攔手截的士 又或者有郵輪碼頭 拍來香港 在海運 又或者啟德郵輪碼頭 那裏的士排長龍 嚇齒雲來 每個人拿著行李箱就會上的士 又或者在赤立國國際機場 當香港的國際旅遊業旺盛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的士是貨如輪轉 還有當香港的中產階級 留在香港有一個高度的消費議員 晚上奔赴飯局 或者怕遲到被人罵 又或者吃完一頓飯 還有下場 約出另一班豬朋狗友 接力 唱Key 或者晚上聊生意 這樣在一個功能 接著下一個program 下一個節目之間的士就會好生意 現在不是 整個夜市是蕭條 郵輪碼頭是沒有客人 外國遊客是不來的 赤立國國際機場你看看 靜陰陰 然後現在是進入香港 連香港人都在歇一坨 那你整個香港 現在剩下一些 就是柴米油鹽的基層 衣食住行的基層客 當你現在是賣的20元一個兩送飯的時候 就當然少人搭得起的士 搭的士的流量一定會下跌 然後就迫這個公共交通 地鐵 巴士那些更加多 在這個時候 你就特區政府就放入滴滴出行 和大陸這些網台叫的的士 而大陸那裡當然是很先進 正如香港某經濟學教授說 去到大陸什麼都是支付寶 人家現在滴滴出行 就將可以在網上 或者你下載一個APP是微信 直接用微信是可以用中國大陸血濃於水 這些親人提供滴滴出行的最佳服務 而且別人中國很先進 你可以叫滴滴出行的時候 比Uber更厲害 你可以告訴他們 我有一點點殘障 我想下的士是不便 或者我需要趕著去醫院 你要告訴他們一些額外 坐的士的客戶的條件 別人上面大陸這些滴滴出行 那些司機也都會配合你的股客的狀態 那個生理狀態提供更加好的服務 好了 現在嚴重了 什麼都說大陸是先進過香港 現在別人的先進支付寶網絡給錢 滴滴出行的殺到過來 你整個香港特區坐在那裡 不思掌盡 一萬五千輛紅的沒有隨著高科技 跟大陸的挑戰互相無縫交接 是不是? 最糟糕的是滴滴出行的士可以接你的香港客 但是你的紅的就去不了大陸是接大陸客 是不是? 現在這個呢 這個叫做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 我早就說過 你把香港客人交往那裡 如果大家覺得很快 你不要這樣說 那我真的覺得很快 那我現在叫做大陸客人 你那個叫做大陸客人 我現在叫做大陸客人 說大陸客人 其實還要做大陸客人 去年輕人 在大陸客人 有什麼快樂人 說大陸客人 說大陸客人 那麽客人 說大陸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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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時候真正的挑戰來了 真正的挑戰來了 原來是一個的士司機的協會 的士司機協會雖然長期跟親中愛國的政黨和團體緊密勾連 但是一說到淺田 我早就說過了 說到淺田 哪有這麼空跟你愛國 一說到淺田 自己愛國都翻臉了 那裡面出現內亂 在這個時候 中國和香港特區政府這幾年 對於那些民間的團體是特別警惕的 例如當你們香港新聞界做一個記者協會的時候 它就覺得你是一個內亂 一個潛在的單位 教協不用說 也是 迫到你解散為止 教協 記協 或者那些社工團體這些 中方是非常之憎恨的 但是這些的士總會那些 這些這樣的團體 他們一直覺得很放心 也都開頭到現在 都有某一種對於這些的士團體的頭目 都籠落到變成了自己人 但是一說到現在那個淺田 和那個大陸的滴滴出行 或者沒有看影響是 如果這個電影 會看到這個電影 都呼籲 那些電影 都會嚇壞 那這些電影 都是手機聲譯那些電影 也都是超過的 人們的手機聲譽 都會有很多電影 都會有很多電影 香港的士的行業正在極力抗拒 主要是來自大陸方面的挑戰 但是它現在不敢動大陸 因為有些小紅書在那裡盯著 你誰敢抗拒滴滴出行和高德打車 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 是一個叫的毒的 叫的士港獨的一個這樣的意義 所以唯有用Uber來開刀 只不過是這樣的Uber的司機一定是香港人 但是現在香港的經濟是不好的 香港的經濟是不好的 如果你提供一個Uber的一個逃生的走廊 給很多香港人如果沒有了工作 又或者被人裁員 他剩下車 如果他開車是自己拿來當Uber 應該是對於香港人 在現在的經濟蕭條或者畢竟之下 他沒有了一份工作 又或者被人裁員 你舉了一條叫求生的通道 但是如果現在給香港本地的紅色的士司機 走去告密 為什麼流行告密呢? 這個三年以來特區政府 加上教育局是不斷鼓勵的 還有煽動香港的人呢 是多多利用告密而善的 什麼都告密的 當然的士司機加入這個告密的文化主流 當然他用來殲滅了他眼中的敵人 就變成了Uber了 那Uber是香港人來的 變成了香港人互咬 但是你互咬完了 你殺了咬死了這些Uber 隨時我們可以說他出現了澳國勢力 那大陸那些又怎樣呢? 敵蕭含又怎樣呢? 哇這件事真是令人擔凳吃花生 是滿懷期待的等體氣的 是呀 陶先生你點出了一個重點 因為近日我看到的士業界 在那裡告密Uber在那裡網約接客 那Uber那些又呼籲其他的市民舉報的士的圍派 或者他們兜路 或者在一些商王戰上落客 互相在那裡淵淵相報何時了呢? 那這種情況就是內戰 就是香港的Uber和的士業界 在那裡互相消耗大家的元氣 但是最後是什麼? 最後是軍臨天下 這個軍臨就是滴滴出行他們的網約車 因為最後無論Uber或者的士 這些司機都會被納入滴滴出行裡面的經營系統 無論你是車的士的大的商會 或者是過底壺的士司機 你不去滴滴出行 或者登記進去他的Umbrella 就是他的網絡下面 你是找不到吃的 而Uber當然是會被迫死的 因為到時他發牌 他只是發給滴滴都可以的 不發Uber 而且他滴滴出行裡面 對司機的優惠 和分帳 一定比Uber更加好的 如果不是為什麼會這麼多 這些人去加入呢? 因為Uber長期以來 都被很多司機說他吃水心 而且他那個 投訴寄分制度不公平 一隻腦都在那裡喵喵喵喵 所以其實是律棚相爭 愚人得利 最後就是由滴滴出行為首的大陸網約車 軍臨天下 就槍你們全部統一 其實回顧的士業界 幾十年來在香港 我都不能不 要讚賞他們 都為香港的交通貢獻了很多 自從我小時候 無論乘的士 那些的士叔叔 伯伯都很照顧 雖然有些時候超載 有些時候兜路 但是這些呢 香港人生活就習慣了 不過呢 我就覺得有一點呢 很多人在那裡爭辯的時候 就沒有直接提出來 而的士業界都迴避的 就是交稅的問題 因為你記得呢 其實的士都推行過百達通 或者那些微信支付支付寶 但是不流行的 為什麼呢? 因為裡面沒有了現金交易 全部記帳之後呢 無論的士司機 或者是那個持牌那些 他們都沒有什麼利益的 所以這部分呢 我覺得 亦都是政府 可以作為 規管業界的一個理由 就是將他們 納入了牌照裡面 亦都是要 將他們的交易 電子化 這些是大數據來的 那些經常覺得呢 安多些監控鏡頭啊 全部呢 有了人面辨識啊 再加上這些交易 是好事來的嘛 那現在我告訴大家的士大佬 就是這些好事呢 終於來到你們身上了 你們享受了幾十年的現金交易呢 現在將會呢 告終 也都會呢 將這部分呢 納入這個大數據裡面 你沒有辦法呢 就再可以叫做 不要說門稅啦 我們叫做 叫做 是一個叫做合法地呢 進行這個現金交易 以逃避一些不必要的支出啦 那所以呢 現在的問題呢 整天都在爭吵那個 大家究竟合不合法 背後 好像陶山你說的 都是follow the money 最後都是因為錢 其實都是實質上的利益 不過你說的士牌費 近日好像升了一些 那有些人呢 就可能見到一個撈底 那大家炒的士牌 都聽過不少啦 其實都 都撈了不少便宜了 我從來沒有聽見過 炒樓折了 跟著又在那裏 要政府又要補貼又要怎樣 但是為什麼炒的士牌 又可以 好像入政府掃的呢 那這些又是呢 歷史的問題 所以這件事呢 是很複雜的 不過最後 最後都是那句 最後軍臨天下之後呢 我相信呢 這些無論是的士 和Uber的司機 都會乖乖的 因為他們不敢再吵 也都不會罷洗 因為隨時會觸犯這個國安法 一旦觸犯國安法呢 就非常的嚴重啦 你剛才說過了 為什麼炒樓那些呢 是虧了 不需要民政府拿進 沒有得民政府拿津貼的士 炒洞的牌可以吵呢 因為每一架的士 都可以是武器化的 一個呢 是流動的攻擊型的工具 你看一下 這個叫做送中 這個示威 和這個散運的時候 是吧 駕駛的士那些人呢 是可以呢 是在前線 對勇武派的 這個呢 也是為中國政府 和香港特區呢 我剛才說過 立下呢 漢馬功勞 所以呢 那些的士司機 現在是一股政治勢力 就呢 買樓 買了樓的那些業主 就不是 你買了樓 一堆磚頭 放在那裡 等增值 或者等跌呢 那些磚頭 就是靜態的 但是呢 你高價炒了的士牌 回來拿上手呢 周圍去呢 就是動態的 所以呢 的士司機 現在是一股政治力量 既然是政治力量 他就是一條黃河 一旦黃河泛濫呢 是可以呢 是造成兩邊的 這些農田的損失 所以呢 現在特區政府呢 就變成了 這幫這樣的警察 出身的 特首和局長 他都不知道 應該怎麼做 因為呢 這個問題呢 是糾纏了 是很多的部門 和後面很多錢 對不對 你現在收購一百個牌 花費最少是四億 一千個的士牌 就四十億 是嗎 如果你想改革的士業 你現在無從改革起 因為大陸這些網台的計程車 正在煞下來 那麼很多的士司機 就想轉業 哎呀 退休了 算了 我給你一輛車 我進大灣區找個兒子 在那些這樣的地方 買一層樓算數了 在中山樓底幾十萬 買一層樓 就過了這輛 那你買回那個的士牌 是不是 如果你特區政府 回購的士牌 你就要準備很多錢 至少要四百億 那你現在特區政府 付房很多錢 是不是 你買一半 都要二百億 很多的士牌 都想不做的 既然是這樣 你把我做的 是不是 你不能和滴滴出行 鬥的 你一個香港 雞潤這樣的地方 你怎麼夠整個大陸 十三億市場 人家打磨出來的滴滴出行呢 人家數據比你 經驗是優先過你 是不是 高科技 更加走在你前面 你現在都知道 香港很多人都說 內地 祖國 其實進步過香港 很多 是不是 我們不應該故步自封 現在真的是 這個當然是 你加入了大灣區一小時 生活圈裡面 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 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你再繼續保持 這個叫做告密督背井 就只會為下一場 有可能發生的動亂 埋下更多的火種 是不是 是 還有很多的士 不論是商會 車會 司機 很多都是退役的紀律部隊 我都認識不少 他們退了休 不止是警察 海患入境處 全部都有 不過大家很低調 也有部份 是跟社團 是有悠久的關係 所以 為什麼的士這個行業 永遠是搞不定 或者很多時候 你見到裡面的人 就好像都挺有牙齒力 就是說牙力 就可以左右政府 你要想一下 如果普通的小市民 你何層 有這樣的本事 就是因為很多的這些業界 千絲萬縷的關係 以前是阿sir來的 不過他 你不要見他白髮瘡瘡 他以前是駝鐵的 這個可能是 環頭的駕駛人來的 那個社團解散了之後 或者是沒落 他轉了一套駕駛的士 個個都是龍油淺水 我們不可以看小人 知道嗎 淘沙 所以為什麼他們 牙齒力 可以左右大局 就是這個意思 是不是 是啊 好了 希望他們的基本利益 是得到特區政府 妥善照顧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聽